一名男子打著赤薄 生氣的拿著一塊大石頭 猛砸提款機 嘴裡還一邊咒罵相當氣憤 罵完還不夠 又再砸一次 前前後後加起來 一共砸了五次 男子這才離開 欸 這麼壞了 銀幕被砸了一個大洞 還被貼上故障告示 一早要領錢的民眾 看到提款機被砸 毀全都傻了眼 想領錢 只能到郵局櫃台 慢慢排隊 藍瑜說這裡可以提款 他現在不能提款了 怎麼辦 只有這個 存捨的 有存捨的 沒辦法 警方釣魚監視器 認出畫面上的男子 是島上居民 原來一號晚上 他喝醉酒搖頭晃腦的 到提款機領錢 因為密碼輸入錯誤 卡片被吃掉 才會砸提款機泄憤 偏偏這台被砸爛的提款機 是藍瑜島上唯一一台 每逢假日跟過年 常會被提點一空 這次被砸毀郵局估計 要兩週才能修復 男子酒醒後發現事情大挑 也承諾願意賠償 只能說喝酒喝到砸爛提款機 造成全島民眾不便 真的是太誇張了 記者賴永辰 李一璇 藍瑜採訪報導